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带大家来看一套位于Laguna区里面的泰式四窝式别墅 这个别墅它有个特点 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好 它是真正那种走路三分钟 你就去到一个Bolt Avenue Bolt Avenue是相邻Laguna区一个购物区吧算是 它有酒吧有餐厅有各种各样的商铺之类的 然后还有个特点这套别墅呢 它这套别墅是2009年购入的 然后房东它是第一个购买者 等于说它是第一个把全小区最好最好位置的别墅给买下来的 然后这个别墅它每年呢都会做翻新 所以它维护得非常好 这套别墅呢现在是刚刚翻新过的 get ready为high season准备好了 它现在这个旺季啊 它现在别墅从明天开始呢 就已经会有租客入住 入住到二月份 然后它的租金呢是1300美金每个晚上 这么高吗 对大家普及岛的这个旺季的溢价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就是anyway 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然后这别墅呢目前它是占地面积是1000平方米 但它的所有就是别墅的室内面积啊 是375平方米 这个别墅呢它有四个卧室 五个洗手间一个建设房 在家后面大家看到的泳池 泳池里面还带了一个专门的spa spa的池 那个池就有点像我们国内的水疗池 好了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赶快来看一下这笔书长什么样吧 欢迎大家进来我家 我们先看右手边这是大门的入口处嘛 右手边呢是一个停车棚 它可以停大概两辆车 可以看一看右手 我们现在进来看它住 那门头很中式哦 对 它其实这道房子风格是有点家具搭配都很中式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泳池 进门就是泳池 它泳池是一个带有深浅设计的 下面那边会比较深一点 这泳池大概10 10米左右15米 没有到15米 差不多10米左右 我们先来我们来走个圆圈 因为它是个正正方方 正正方方形的房子嘛 我们就绕个圆来看 很方正 对很方正 现在我们先看看第一个房间 好 总共有四个房间 每个房间都配套了一个独立的洗手间 然后特别是你看它这个柜子啊 真的很中式的柜子 整个风格是很中式 中式加泰式 泰式的构造中式的配备吧 配置 对 你看连它这个箱子啊 这个箱就像 嗯嗯 这什么年代的箱子 就经常在阿嬷家里可能会看到的 但是它都很新哦 非常新 他们这个房子 非常新完全翻新过 对这个房子翻新过 然后而且它家具都有 就是全新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洗手间 这样大的洗手台 然后就整个配置都非常有格调 然后 平日房 然后它的厕所 那这个房子厕所的特点 每个厕所里面都配一幅画 这样其实你看起来 整个厕所就高档很多 对 我在艺术囊冲厕所 好 fancy it is 我们现在顺着时间出来 外面呢就是它的BBQ区 它们有一个这个烤架是很 哇完全新的 对全新的 然后这一套桌椅啊 好高级的烤架 对啊 我都会不及待邀请我朋友 来我家BBQ了 然后这一套桌椅啊 这两套都是全新的 土地岛呢 它可能有个大家 比较不太熟悉的一个点 就是它的家具都非常贵 就这一套啊 估计我觉得可能要 一万五泰租 最少最少一万五泰租 可能三四千人民币左右 然后这样是全新的 我感觉这边的宜家 比国内的要贵一倍 贵太多了好吗 对 哇你看它的草地 对 你看这边有一大片的草 草坪 然后它的绿植非常的高 你的引力性非常好 这套房子 种了这个树 真的要种好多年的 对啊 它09年就购入了房子 你瞎想 哇 然后这个草地非常大 其实你可以要改造的话 你加一个高尔夫球的 改小小练习区域 也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套 孟老师我最喜欢的部分 健身房 私人健身房 对啊 就是 我感觉好像在酒店健身房 但这是我私人 就所有的器材都有 然后它这些 你房子 我们今天视频看到的 所有东西 所见即所得 都是你购房会 全部拥有的东西 你看看这个 很齐全很新 对 它那个房顶啊 这些什么都是非常新的 空气真的好大 我还很喜欢它的伞 它伞其实蛮少见 它有点是中式伞 对 因为它这个房东啊 他是欧洲人 但他在香港工作的 所以他所有选的东西 都有带点中式的感觉 然后这个小的伞拉亭 还蛮多西方人有中国情节的 好多 博弥导像非常多 博弥导像竟然看到很多 就是那种欧洲人 可能在香港工作 然后他们在那边投资房产 然后还有 哦 还有这边 独特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是在泳池旁边的 小小的水疗池 是豪柴标配 太舒服了 对啊 很舒服 我们现在来到主卧的书房 这个书房 你看这个柜子 这个很中式的柜子 这些都是很非常中 天哪 他那 我很好奇房东 是哪里找到的这些东西 而且整个搭 跟房子搭配 非常的配合 气配 然后还有这个他的工作台 但是像你工作台 你就在这边工作 你要去工作的 你就抬头一看一片的绿纸 太漂亮了吧 严宝建草 对 然后他配的画也很好 就是不像是那种 有其他的房 然后他们可能会配一些 比较当地特色的画 但我觉得这个画配得又更好一点 很有艺术感 对 但房东预算蛮高的 想认识一下房东 好 我们看一下主卧 主卧的洗手间 这洗手间 还有他的这个是 衣柜 衣柜 就是你不怕你衣服再多 你也抱一下 可能这会也讲太早了 因为有些女生衣服确实更多 然后洗手台 两个独立的洗手台 分别的洗手台 嗯 然后还有他的浴室 对 他这是 这个应该是主卧的 属于主卧的卫生间 对 是属于主卧的卫生间 对 然后你看这个 如果搭配都很好 就是 没有 怎么发现这么漂亮的东西 这是什么球 对 我也不知道 就是 好想宝廷给他拨过去 哈哈 我们现在来到主卧 我们两个土人 哎呀 哈哈 没有 只有我一个是吗 对 只有你一个 这是主卧 主卧这个梁 这个有点像那种贵妃堂仪 就是那种 是不是 那种叫什么 快点帮我补充一下我的文化知识 学识浅薄 不能被认出来 这个叫什么 贵妃良庭吗 不是 我也不知道 但是确实还 就是他这边 虽然说看起来这些东西都很古老 但是为什么会感觉整套 很旧 就不会旧旧的对不对 对 不会旧旧的感觉 对 他就搭配得好 搭配得非常好 定期做翻新 然后他定期有专门的人来打理 你看像外面的绿纸啊什么都是很漂亮 这肯定是有人定期来打理的结果 然后这边 小小的 也就是你的工作桌 然后主卧这个 主卧这个还蛮特别的 这个 这个装饰 而且你主卧就是 一打开门就是泳池 难怪那么 难怪这帮不可以定满 定到二个份 就是完全符合你 度假的幻想 你硬实的幻想都可以的 出篇率好高哦 住我旁边的次卧 这边的房子现在太好租了 这个地区的 超好租 现在 太夸张了 一方难求 对啊 我们现在十一月份 就我自己的房子 我们已经租到二月底 才有空房 然后现在状态是属于说 中介天天来问我说 你有没有房子 当时还有吗 是有客人没房子的状态 这个地区实在非常热门 度假区 然后这个还蛮有特色 这个柜子也很漂亮 每个房间都有一些 对 很奇特的摆设 每个房间就有每个房间的亮点 嗯 然后这个是客 次卧的 这个次卧的卫生间也好大 对啊 我觉得这个次卧 其实跟主卧差不多 因为它有一个布露式衣柜 你看 就是布露式衣柜 你看 什么都有的 很悬的 就是兵马俑嘛 你说 这不是兵马俑先生 这不是兵马俑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它这个次卧是 左右两个洗手台 它这次卧的 卫生间跟主卧一样 对 跟主卧 其实 没有什么啥意思 我觉得这算第二个主卧吧 次主卧 这边一个吧台 对 先生 今天是要什么 只要帮你挑酒 要军涛你吗 这很漂亮 你看设的这个懒 就一下气质就上来了 然后八台外面还有四个 八台椅 然后这边还有你Charger 它这边一切给的 这个都是新的 全都是新的 这个八台我觉得也是新建的 它不是新建的 但是它翻新过的 这个翻新过 就是这些桌椅什么 全是新的 防定什么都很新 你看看上面的防定 在这个Laguna小局里算 对啊 可以帮我拍张照吗 我家这边有个拍照出片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 第三个卧室 第三卧室是分床的 但其实这种床 你也可以给它合并成一张床 也是可以的 对 客卧 然后这个客卧浴室就还好 就没有那么大 你看它都用一些这种画 就比较色彩比较冲突的 来装饰它本来一些 不然就会显得太老气 对对对 它用这件画来装饰 就不会那么老气 算是红木吗 红木色调的 对对对 就比较暗沉的一点调 然后装上这个就变得非常清新亮丽 就像我一样 什么鬼 大家好 我要在艺术廊里面上厕所 这边也是有两幅画 它的画这个画很 这个就是中国画啊 画的就是中国的女生 但应该不是中国人画的 好 这个应该不是中国人画的 但很漂亮 色彩冲突非常明显 它的画作 而且这个门 这是封住的 对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 最后一个 现在是客厅 我们先从这边泳池 泳池这边还有一个堂椅 橙色的堂椅 这个大色堂椅 色彩冲突搭配得很好 你觉得吗 然后上面这两个中式的伞 这种 最后叫什么 游伞 嗯对 巨型游伞 我都不知道它在哪边买 你看它这个还是竹子 这个好像我们在家居市好像没有 比较少见 是哦是哦 就是定制的 这边定制的东西都很贵 它的细节都做得很好 对细节很好 你看这些花什么 很漂亮 我们现在来到主屋的客厅 漂亮的中式客厅 这个就很泰波了 对它吊顶很漂亮 很新啊你看它吊顶 因为其实这边一般老房子啊 它的吊顶啊墙壁啊都其实都会出现一些什么 剥落脱落的现象 但这个房子就是维护的非常好 这都是很新的感觉 然后它是他们餐桌 因为你会觉得很充突 因为你很现代化的家 那你门口就是一个那个铃啊 佛铃啊 它是很漂亮 就是出片点出片点出片点 好了 然后这边是 这边它的钻是一个 这个叫什么 中国我们叫什么 就是你打开你家 然后你一出现 玄关吗 玄关吗 所以他们玄关 玄关那个细节做得很好看 嗯 你看一下 然后玄关旁边就是客人用的洗手间 嗯 就纯洗手间 但是你可以在这里面看一下 可是画作很漂亮 对 玄关弄得好好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厨房 因为我们今天就有员工在这边帮我们打扫嘛 里面有客人要确定 所以有一些员工在里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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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bel来卡 很可爱 好可爱 太可爱了 他们是专门帮这个别墅来做一些日常维护 就是打扫啊什么的 对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是厨房 厨房它面积其实有点小 但它的配 很够用啊 这个厨房 你看 也是啊 Mabel来卡 Mabel来 好可爱 好可爱 就是厨房里隐隐俱全什么都有 而且重点是你有咖啡机也有 对咖啡机很新哦 嗯 它就是新的 全新的咖啡机 全新的咖啡机 就是 就是所有的家具啊 你要是买房的话 全部都是里面 然后它双开门的冰箱 冰箱也好新 其实在拉古纳的小区里 冰箱里面的酒也可以算里面吗 我说其实在拉古纳的小区里很难找到这么新的房子 都是很旧的 对比较少如果你想要买二手房的话 其实你完全买不到这样的品质的 这个品质是非常OK的 但是它还除了自己配了一个烤箱 它还自己弄了一个烤箱在那边 就两个烤箱 有小烤箱 然后你所有的都有 你所有需要用的厨房用具啊 什么都有的 你看 非常全 淋包入住 真的就淋包入住 明天入住 因为它本来是也为度假设计的嘛 然后外面就在洗衣房 洗衣房你有 你有洗衣机 然后有烘衣机 烘干机 烘干机 对对对对 这边小 这边是不是小的冰箱啊 这是冰箱吗 这好像是冰箱 应该是冰箱 喂喂喂 对然后这是小的冰箱 就是你可能 不知道的东西可以放这边 对反正冰箱是越多越好 对是的 是的 这我一个做饭人士 然后这边拿你的 那边出去是 喔这边出去我看一下 对这边出去是那个 啊垃圾处理的 这边就是你的后院小后院 然后这边就是放垃圾 然后这边就是可以晾下 是晾衣服的 欸他们他们车好多 这个门口其实已经有四辆了 然后这边又有四辆自行车 所以你要是买 买这个房的话都是你的 所见即所得 全部都包括 对所见即所得 也包括这个梯子喔 谁要这个梯子 哈哈哈 我只是考虑冰箱这个酒 也是所见即所得吗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储藏间 我们看完厨房来看一下 这边的储藏间 小的储藏间 因为它我很 哇好多虚目喔 我可以借来看 这是房东之前 对房东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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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些东西你要是不要的话 可以要求房东清掉 但你可以看看有没有 Speaker啊这些东西 你确定这里面有酒 也要让它清掉吗 不要 所见即所的酒都是我 这个酒柜也是我 把整个酒柜搬走 这个酒柜真的好多酒 我的天啊 可以买酒 都是酒 我可以早上买 便宜卖博物 而且它这个 其实这个小的储藏间 我觉得 你是可以给它改成保护房 因为它里面其实是有空调 对有空调 它以前应该就是做一个保护房 对以前是保护房 然后在房东留下 改成储藏间 就看自己想要怎么利用 对对对是的 喜欢我今天的家吗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因为它位置真的好优越 它位置是属于那种 你可能去喝个酒 你要是喝醉的话 你就走路回家的距离 就是那么近的距离 那么现在我们来讲 大家最关心的价格部分 价格部分也是非常的优越 目前呢 这套售价780万人民币 哇 这个价格是贵还是便宜的 当然是便宜啊 你想想 在这个小区内 真的算是很便宜 对啊 算是不高 因为它完全是全新的 对啊对啊 这么好的 这么好的那个condition 叫什么 维护程度的房子 其实是蛮少见的 像我们之前 其实有拍摄过一些 那种大型的豪宅 对吧 嗯但是其实 设施都有点成就 对对对 它这个像很多家具 它都是全新的 我想房东人也太好了吧 它这套给我感觉 就是满足了两个很重要的点 第一个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 它在Laguna的一个核心地区里面 可以走路到Bold Avenue的 可以走路去买菜的地方 对你可以走路去 步行距离去任何地方 你知道吗 就是去你想要去的任何地方 在Laguna的核心区里面 而且在这里面其实很多房子 它因为它Laguna小区 建成是比较早的 所以里面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泰式 然后偏老旧一点 设施偏老旧 但这套完全是 我感觉就是一个新房 对啊这套你买回来就不用翻修 像Laguna其实蛮多房子 我认识一些朋友 他们买了 然后后面还是需要去 一定的时间去翻修 还必须要花费一些钱去翻修 但是它完全就是 你想翻修 你都没有翻修的空间 它搭配的太好了 真的很而且很新啊 我整个你看整个房顶全都是 非常新的状况 非常好的房子 780万的天啊 我在泰国就可以买一个 1000坪的地 在国内我可能 在下 单讲厦门好了 厦门我可能要 只能买个二手工具 还想泳池 想太多 还想泳池里面带个SPA 想太多 如果大家喜欢知道房子的话 可以私信我们留言 我们会 一哥会联系你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 先祝大家 顺满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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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